2023年7月6日 国际建筑师协会三年奖 颁奖典礼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 建筑技术奖自1961年来 被首次授予给中国建筑师 同济大学袁峰教授 我在同济大学建筑生活学院任教 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智能设计与建造 全球可能也就是不超过十个人在推动这件事情 该奖项的历届获奖者 都是在建筑史上发起重大革新的建筑师 袁峰用15年的时间 将中国的机器建造技术 实现了从追赶到全球领先的地位 做仿文学者应该是在37岁 我那年就觉得一定要停下来再思考一下 去做一个把建筑能做一种艺术 来进行探索的一种建筑师 这个阶段就大量接触到了数字化前端的一些探索 我是选择了一个很偏的在上海的一个角落里面 工业区里面可以让我动手做一些搭建 来探索建造过程 最破旧最没有价值的空间里面 是不是能让它产生新的领土 我们工作室的囚墙是2009年建设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机械臂和机器人 只有算法的思维 做了很多尺子来决定一个砖的悬崖的角度 然后交给工人去起这个墙 呈现出来的美学让大家都很震惊 这个墙还能像水绸缎一样流动 2015年开发了一个实验室的平台 11米跨度的一个壁展 可以零几25公斤 像一个超人一样 能在11米到14米的范围里实现自由加工 2017年上海西岸的驰射艺术中心 我们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说机器可以改房子 驰射这项目虽然小 但是它进入了建筑室 17年底建设的一个主理乡村的社区中心 就是木工工艺的一个事件 通过机器人建造 在57天的时间把它装起来 双螺选的一个莫比喻丝款 精准地计算来把直线拟合成一个双曲线 在成都水溪东 我们示范了三种技术 一个是木构技术 机器人漆砖技术 还有3D打印结合在一起 19年的时候 物证互联网大会 六个半月的时间要建造一个 3万5千平米的无处的超大的空间 得了美国建设水会的荣誉建筑大价 更加这个典型意义的就是瑞水 全机器人建造的一个房子 装配化率达到了90% 除了地面是混凝土 胶主的 除木结构的安装 屋面的表皮材料 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建造 当你一走进它的室内的时候 全部的木构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种感觉是在中国的文化里会有的 中国的传统 你走进一个寺庙 你会发现整个都是木结构的感觉 从精神本源上讲 还是有中国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我们现在做建筑 追求一种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诗学 通过材料和文化技术 能够真正实现融合的一种建造方式 把它的美学表达出来 这点让我觉得是我们坚持在做的 我是文科医的长沙 每天跑到游乐学院门口去背英文 看到的是中国场景 像株林、水面 学的是英文 这也是很有反差的 我们对文化的那种自信还是很重要的 当这种文化的情怀 包括院落、包括木构 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技术 来展示它的时候 会变成一种新文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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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